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假星星,我是星星 我们先前说过许多王室或是贵族的人物 无论现代还是古代 东方或是西方 大多呢,过的都不是我们想象中幸福快乐的日子 相反的,很多都承受了更大的家族压力 比方说因为家族威望 嫁给了脑性麻痹,得穿家定将军的赌击 被父亲和儿子囚禁了一辈子的西班牙女王胡安娜 以及为了保全英国王室名誉 放弃与爱人结婚的玛格丽特公主等等 今天这位人物的悲惨命运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的出身相当的高贵 是国王唯一存活的儿子 更是国家的王室子 但是因为压力导致的忧郁症 以及朝廷严重的党政问题 最后他被国王父亲下令关在米柜里 直到活活的饿死 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朝鲜王朝 第21代君主、殷祖的王室子 思道世子 思道世子的本名呢,当然不是思道 就是他父亲英祖在处死他之后感到非常的后悔伤心赐给他的嗜好 从字面上的意思呢,就可以看出是思念哀悼的意思 思道世子本名李轩 我们都知道朝鲜王朝呢曾经是清朝的凡属国 所以也会用大清的年号来纪念 思道世子李轩出生的正年是雍正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雍正13年 李轩的父亲是当时朝鲜王朝的君主 第21代国王李寝 母亲李氏则是一名上宫也就是宫女 后来呢,被英祖宠姓 在英祖即位的第二年 30岁的李上宫因为怀孕被封为从二品的孰姨 其实英祖在即位前就有一个儿子李信 他一登京呢,也立刻册封李信为王世子 不过李信只活到了九岁就夭折 而虽然在世子去世的七年间 李轩的母亲连续为英祖生下了四个孩子 也因此呢,被禁封为应平 但这四个小孩全都是女生 一直到英祖41岁这年 应平才终于为他诞下期盼已久的儿子李轩 李轩的出生对英祖来说格外的重要 这和他当初的王位继承有着很大的关联 出生在1694年康熙33年的英祖李寝 是朝鲜王朝第十九代国王宿宗的第四个儿子 但他父亲过世之后 他同父应母的哥哥世子李云即位为景宗 顺带议题景宗的母亲呢 就是有着一代妖妃之称的张喜平 景宗即位时已经32岁了 因为身体不好结婚很多年都没有子嗣 于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就成为朝廷的重要议题 不过朝鲜王朝从16世纪开始 党争问题就非常的严重 到景宗时期主要的两个派系为老论派和少论派 老论派呢支持让景宗的弟弟 也就是后来的英祖 当时的炎仁君李寝成为王室帝 但少论派认为景宗还年轻 也许还会有子嗣 最终景宗采用了老论派的意见 在登基元年就将弟弟李寝封为王室帝 但是老论派和少论派的争议并未就此停息 少论派后来诬告老论派为了要让李寝即位 策划呢要谋杀景宗 最后爆发了有将近百人下狱或者是被处死的新人试祸 炎仁君李寝的王室地位也一度不保 不过登基仅仅四年后36岁的景宗突然骤士 李寝即位为英祖 但是英祖或是老论派毒杀景宗的传闻一直不断 再加上英祖的长子王室子李信去世后 他迟迟未能再有儿子 于是英祖四年1728年 少论派的激进势力郡论派的主要领导人李林佐 以英宗毒杀景宗为由发动了政变 永历李氏宗亲密封君李坦为君主 史称李林佐之乱 虽然这场叛论在17天内就被平定 但是英祖更加的急迫 想要一个继承人来稳固自己的王位 终于在他登基的11年后 长子去世的7年后 1735年次子李轩出生了 这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英祖立刻宣布李轩为中殿王妃徐氏的杨子 让他成为圆子也就是嫡子 并且将喜讯布达朝鲜八道以及祭告宗庙 英祖说到三代的血脉终于得以延续 我也有颜面面对列祖列宗了 隔年英祖12年1736年的3月 14个月大的圆子李轩正式被册封为王氏子 李轩出生满100天后 就被从母亲应平的身边带离 英祖安排他住进了闲置已久的氏子东宫除尘殿 由保姆上宫催世抚养 虽然除尘殿的位置偏远 但英祖不辞辛劳 无论严寒还是酷暑 每日都会抽空前往探望世子 而且政务繁重的英祖 在一天繁重的公募结束后 还会亲自为儿子抄写要读的书 比方说四书五经等等 非常的疼爱李轩 而世子呢也不负父亲的期待 从很小就展现出过人的聪慧 据说他四个月就会爬六个月 以及听得懂父亲说的话 两岁时试得千字 学到王字时会指着父亲 学到奢侈的尺字后 就拒绝穿华丽的绸缎衣服 可以说是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凡的表现 不过随着李轩的年龄增长 他和父亲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英祖在李轩才三个月大 就让他单独住进楚城殿 虽然呢他每日都前往探望 但大部分的时间 世子都还是由工人照顾着 而这些照顾世子的上公和侍从 许多都是原先侍奉过英祖哥哥警钟的 我们刚刚前面说过 英祖呢一直被怀疑毒杀了警钟 所以这些工人并不服气英祖 时常在李轩面前说他父亲的坏话 而且他们也瞧不起李轩上公出身的生母应平 在应平到楚城殿探望儿子时 常无故的刁难他 英祖和应平就因此减少去楚城殿探望儿子 但奇怪的是 英祖并没有换掉这些楚城殿的工人 还继续让他们侍奉世子 这也导致了李轩和父母亲的关系渐渐的疏离 而慢慢长大的世子开始上午 他喜欢研读兵书五枪弄戒 但他自学严谨的父亲英祖知道后 勃然大怒 亲自前往楚城殿严厉的训斥了儿子一番 这让李轩开始惧怕父亲 据说有次李轩去和生母应平请安时 听闻英祖也即将前来 为了避免和父亲碰面 他竟然从窗户逃走 不过尽管如此 英祖对他唯一的儿子期望依然相当的高 前龙八年英祖十九年 韩国年龄十岁的李轩举行的官吏 也就是成年力 同年英祖从朝鲜贵族两班家 为儿子选中了王室后裔的一名参奉小官 红凤语的女儿 与李轩同年的红氏作为世子平 隔年为十几年龄九岁的两人正式举行婚礼 李轩有个到他八岁同父同母的姐姐 和平翁祖 她是英祖最宠爱的女儿 和弟弟的感情也很好 和平翁祖就成为了两个人的沟通桥梁 她察觉到储成殿的工人 对弟弟有不良的影响 便说服父亲让李轩搬出储成殿 英祖二十二年西元一七四六年正月 世子夫妇一同住进了景春殿 李轩的生母应平和姐姐和平翁祖 时常来探望这对小夫妻 在姐姐的协调下 英祖和李轩的关系也没那么紧张了 这段时间大概可以说是世子一生当中最愉快的时刻了 两年后英祖二十四年六月 年仅二十一岁的和平翁祖因为难产过世 在世子平红氏的回忆录《恨中录》里写道 如果和平翁祖没那么早逝 也许世子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了 英祖因为最疼爱的女儿世事非常的悲伤 连大臣也不见 而差不多也是在这时候世子李轩开始出现了情绪上的问题 会无来由的像小孩一样大哭大闹 和平翁祖去世的隔年英祖二十五年一月 英祖以身体抱恙为由 下令由十四岁的世子代理听证 不过他当然不是全然的相信儿子 在重大事情的处理上 他还是要大臣与他汇报 但是当世子主动向父亲征询意见时 英祖又经常会发怒 表示这些琐碎的小事世子都无法决断 将来要如何继承大同 这让在官场打滚许久的大臣都无所适从 更何况才十四岁又惧怕父亲的世子 两父子的关系又再度的恶化 在世子结婚的第七年也是他开始听证的隔年 英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世子平洪世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 张之礼殿 隔年礼殿就被册封为王世孙 不过虽然整个朝廷欢欣鼓舞 英祖却没有任何表示 英祖二十八年三月还不到两岁的礼殿夭折 就在朝廷因为失去王世孙的悲伤时 这年的九月世子平再度带下了一子李蒜 而这终于让英祖对孙子有点关心了 同年十二月 英卫一直有英祖为了王位而毒杀哥哥警钟 得位不正的传言 英祖为了表示他对王位毫无眷恋 宣布将王位善让给世子李轩 这可把李轩给吓死了 在大冬天的他跪在父亲的寝宫外 不停的磕头 磕到头破血流 请求父亲收回臣命 后来连着数日他都跪在草席上 一直到英祖收回善位的命令 经过善让仪式 世子李轩的情绪问题开始失控 他放任自己饮酒作乐 不仅和巫女寄生私混 还找来凝固僧人进宫玩乐 并且时常穿着桑服睡在棺材里 甚至未经允许就随意出宫私房民间 他一连串的荒诞行为 让父亲英祖更是愤怒 但是父子间最大的矛盾 是朝鲜王朝的严重党争 我们刚刚前面说过 英祖的继位是来自老论派的支持 于是世子李轩一出生 失事的少论派就立刻依附世子 在世子那里听证时 身边的人也都以少论派为主 这让老论派十分忌惮 常在英祖面前说世子的不是 不过幸好世子的岳父洪凤仪 也属于老论 经常帮着世子说话 而且世子在宫中 还有另外两位全力保护他的人 一位是英祖父亲宿宗的第三任王妃 和英祖情同亲生母子 被册封为大王大妃的金氏 另外一位则是和英祖相濡以沫 英祖的原妃李轩的嫡母徐世 这两人都和世子李轩的感情深厚 时常劝戒英祖善待儿子 也让父子间的关系 还得以维持表面的平和 但是就在李轩22岁这年 西元1757年 英祖33年 2月15日 英祖的原妃徐世忽然骤世 一个月后 3月26日 大王大妃金氏也过世 李轩一下子失去了 两位在宫中最保护他的人 几乎悲痛欲绝 一路哭着护送两人的棺木出城 这件事也让李轩的精神疾病 更加的恶化 与父亲间的关系也更为紧张 他还曾经在面见父亲时 直接昏死了过去 而且可能因为要穿巢服 会对他产生无形的压力 他得到了医务恐惧症 发病时几乎没有办法穿上衣服 只要为他更衣的工人 一个不顺他的意 李轩便会暴怒揍人 甚至因此杀了不少的宫女宦官 连他最宠爱的上宫 为他生下两个小孩的普世 都因为更衣问题 被李轩殴打致死 等他病情稍微缓和 好不容易穿上衣服后 连李轩自己都感到很轻松 就不愿意将衣服脱下来 往往都要将衣服穿到脏雾不堪 不过虽然英主和李轩的关系 已经糟透了 英主却越来越喜欢李轩的儿子 也就是孙子李蒜 李蒜和他的父亲李轩小时候一样 天资聪颖才行过人 祖父英主非常的看重他 据说李轩知道此事后 曾经和妻子世子平洪氏说过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父亲会让儿子李蒜取代他 而这竟然一语成称了 少论派和老论派的冲突 在英族原非许氏去世后 更为严重 原非去世的两年后 西元1759年 英族35年 66岁的英族 娶了泥州敖心服怨君的女儿 年仅15岁的金氏为继妃 金氏的哥哥金龟柱也跟着鸡犬升天 属于老论派南党的金龟柱 和世子李轩的岳父 老论派北党的洪凤怡 是政治上的对手 金龟柱绅士大涨后 南党的领袖金尚鲁 便联合了金龟柱 以及其他公众反对世子的势力 计划要罢黜世子李轩 让季妃金氏将来生下的小孩 成为世子 西元1762年 英族38年5月22日 老论派南党指使了 刑曹判书的下人罗景业 密告世子多项罪行 包含杀害上公普世等多名工人 引森尼入宫 私自出城等等 英族震怒 尽管李轩要求和罗景彦对质 却被英族拒绝 英族决意要废除世子 往后的20多天 世子每天都跪在十米堂前 等待父亲降罪 但英族都不愿接见儿子 在此期间 李轩的精神疾病也一发不可收拾 他四处追杀诬告他的人 还尝试要从下水到潜入父亲的寝宫 甚至有他要谋杀英族的传闻 最终李轩的生母应平 怕儿子真的做出大逆不道之事 恐怕会连王世孙 李算的地位也不保 于是潤5月13日的清晨 他向英族气宿 李轩残杀奴仆 还意图弑君之事 英族随即将世子 招到了昌庆宫徽宁殿 下令李轩脱掉官服 并亲自写下了废世子诏书 为了避免世子平和世孙被连累 英族并未降罪李轩 而是命他自禁 此时世子年仅10岁的儿子 李算也赶到了惠宁殿 脱掉官服 跪求祖父饶过父亲 但是英族心意已决 不过呢 李轩多次自禁 都被他的侍从给救下 最后英族下令将李轩关进三尺高三尺宽的米柜中 并亲自盯上木板封死 英族说道 如果我死了 朝鲜王朝三百年的基业就会断绝 但你死了 王室的命脉还可以延续下去 而原本还为了平反李轩罪名 四处奔走的岳父洪凤仪 在目睹此事后 也哭着和女儿也就是世子平洪室商量 决定要放弃世子保住世孙 九天后 英族38年前到27年 润5月21日 27岁的李轩死于米柜中 李轩去世后 英族十分悲伤 不久他恢复了李轩的世子封号 并赐嗜好私道 私道世子去世的14年后 81岁的英族去世 李轩的儿子王世孙李算即位 视为正祖 他为父亲献上尊号庄献 所以私道世子也称为庄献四子 正祖并且下令要删除王宫济世 陈正苑日记里关于父亲不好的记载 再将父亲的礼目牵制 有朝鲜最好风水支撑的水源华山 并提高了木造的规格 还在附近修筑水源华城 扩建华城行宫 以方便随时前来祭拜父亲 因为史记里关于私道世子的记载 实在不太多 他的生平呢 大多是根据其他的史料 或者是野史的推断 一直到近年 首尔大学教授全斗焕 在日本东京大学 发现了英祖 世子和世孙 祖孙三代的书信复印件 而在私道世子 与岳父洪凤仪的往来信件中 证实了私道世子的抑郁疾病 以及与父亲英祖间的紧张关系 被活活饿死在米柜里 朝鲜王朝撕到世子 李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